那些被男人伤害过的女人们总是会说 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都是男人带来的 要想禅寿的话就要远离男人 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 可是我仔细想想好像也不太对呀 医生专家是这么说的 一个女人如果长时间不碰男人的话 她就会出现以下症状 内分泌失调 身体的血液不通 心情和脾气会越来越暴躁 脸上会长黄鹤斑 还会得忧郁症 搞得不好还要憋死 哎呀怎么这么多病呀挺吓人的 原来男人的作用还挺大的 男人的爱可以打通我们身体的血脉 男人的爱可以让我们越来越漂亮 男人的爱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 男人的爱可以延缓衰老 原来医生的处方是要我们女人 好好的去爱一个男人 因为我们想变漂亮变长寿 得晕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